傅太太到乡下的第一天 价值500万的高跟鞋就藏到了牛粪 小锅子 儿子唯恐避之不及 而是亲家母即使英雄救美 抱住了差点倒地的她 洪家被某女士摆了一道 投资者们堵在洪宅 纷纷要求给出土地赔偿款 眼看都要回不去家了 格瑞斯打了电话 让喊人妈一绕路到后门 格瑞斯一改之前缠媚的嘴脸 说洪家所有的事宜 现在都归某女士掌管 没她的同意 洪家所有人都不得踏进洪宅半步 名下的豪车统统回收 手机 信用卡 以及公司和家里的感应卡 全都被注销 不能再使用 关键时刻 咸语开着面包车赶到 目前最大的问题是 洪会长在转换权的特约条款中 将家人作为连代保证人 因此他们的不动产 股票和个人账户 全都被冻结了 考虑到记者一直在想方设法 挖掘洪家人黑料 咸语自作主张 将他们带往龙头村赞住 姐姐姐夫以为回来的只有咸语 安慰他早点离开那个吸血的家是好事 咸语急得语无伦次 愣是没能堵住他们的嘴 姐姐还替有家促 早点忘了那个狐狸精最好 可下一秒 狐狸精就缓缓走下了车 跟在身后的 还有刚刚被骂的狗血淋头的洪家人 喊人想着在龙头村下他一晚就走 但即使到了明天 事情也不会结束 目前最安心的地方也就只有龙头村 虽然海人不会安心 可是咸语会 只有亲眼见到他留在身边 心里悬着的石头才会放下 咸语姐替海人妈清醒了鞋上的牛粪 但残略的味道可能还得晒好几天 她拿出一双廉价的拖鞋 海人妈不情愿地穿上 委屈地流下眼泪 看咸语妈在庭院里准备晚餐 酱嘴说姐姐让他们搬去南海的别墅 咸语妈淡淡一笑 回了一句 话别说太满 两家人围在餐桌前 世代富裕的洪家人 第一次品尝如此普通的餐点 竟觉得有另一番风味 秀哲娇生惯养 不肯喝没有蜜蜂的水 瓶装水也得喝阿尔卑斯山矿泉水 拱拱出来打圆场 不一定要阿尔卑斯山 德国或澳洲的都可以 直到海人给了秀哲一耳光 她才老老实实安静下来 咸语姐还抱有期待 按照现在的情形来看 咸语和海人是不是还有机会 但海人戳破了她的幻想 直言两个人现在比毫不相干还不如 所以不要对此有什么误会 更不要有期待 咸语姐不甘示弱 提到以前追过嫌疑的女孩 已经被分配到镇上当老师了 没想到海人一点也不吃醋 大摇大摆地离开了 为了让亲家安心居住 咸语爸腾出了最好的厢房 附近没有监控 智能手机的普及率全国最低 论保密性还是不错的 条件确实有点差 没有浴缸 不能泡澡 唯一能用的毛巾 还是先与侄子中年纪念石定做的 差不多用了八年 但最让秀哲难过的 还是她的妻儿不在身边 隐胜质问某女士 为何要把红家人赶出去 只有把她们放在眼皮子底下 才能确保她们不会寻到把柄来反击 某女士已经看穿她的想法 都是借口 隐胜只是想把海人留在身边罢了 回忆起小时候 某女士送隐胜去福利院 说为了更好的生活 会一直把对她的爱埋在心里 可隐胜觉得 真正的爱是无法忍耐的 所以不管付出多大代价 她都要把海人接回红家 就像某女士之前抛弃她选择红家人一样 她也可以抛弃某女士 选择别的东西 姑姑打电话给大哥诉苦 后悔如果对某女士好一点 是不是就不会落得这种结局 大概在十年前 某女士要和红会长结婚 姑姑大吵大闹 事情最后也没办成 难不成是她怀恨在心才会发狂 哭着哭着 一个老太太走上前 问姑姑是不是跑了丈夫才会哭 还让姑姑帮她一个忙 最近有个精神病老叫她妈妈 姑姑是个热心厂 立刻起身要赶男人离开 直到男人提起电视剧 老太太又突然站起身 轻易地叫叫儿子 跟她回了家 只留姑姑一人在原地尴尬 喊人翻出咸语房间里的MP3 竟然发现咸语和她的喜好如此类似 咸语发来短信 俩然有一单没一单地聊着 明明都想关心对方 可又放不下面子 话到了嘴边又变了味 要不要我请假陪你 深思熟虑之后变成了晚安 喊人问起MP3的由来 才知道是咸语在高中的运动场上捡到的 喊人仔细端详着MP3 上面有熟悉的印记 想起年少时在高中遇到的一个男生 当时那个人 难道是咸语吗 莫非咸语在看到她的一瞬间就一见钟情 所以才会留着MP3到现在 她特意问咸语 女神是不是长得特别漂亮 咸语慌张地解释 MP3的主人是男是女她都不记得了 也没有可以留着 这是随便丢在家里罢了 咸语妈早早起来忙碌 准备给全家人做杂菜 喊人贴心要帮忙 但她食指不沾洋春水 连些萝卜丝都不会 看咸语妈轻松就将胡萝卜切成丝 喊人不禁感叹 这简直是现代艺术 接下来 咸语妈展示了打蛋技巧 一手一个 两手两个 还快要说能边转圈边打 喊人都惊掉了下巴 咸语姐已经去除了高跟鞋的臭味 喊人妈嫌弃恶心 大手一挥 送给咸语姐 她不想白拿五百万好处 硬要给喊人妈睡觉发型 偏偏村里的好友凑过来打听 说起红家人破产 还恬不知是跑来龙头村投奔 倒是咸语妈心好 不记咸语收留他们 真想看看这么厚脸皮的亲家长什么样 花音刚落 喊人妈转过身 叽叽喳喳的几人终于闭了嘴 她满腹委屈回了咸语家 看到一桌子菜 肚子咕咕直叫 咽了咽口水 就是不肯放下傅太太的姿态 隐胜计划2025年前 在新加坡成立海外法人 其中的费用和经营资金 预计需要1400亿韩元 有人跟坐牢的宋组长谈过 他也不知道 红会长的秘密资金流向 神渝找到隐胜 他仍是百户公司的法务代表 却被禁止接近法务组机密文件 不过他已经投了三家公司的简历 准备在一个院内跳槽 格瑞斯计划关掉美容店 却被某女士拒绝 只好去求隐胜帮忙 隐胜倒是无所谓 但当他得知 格瑞斯是想接手海人的职位 不由得发酵 让他关店 这是因为他知道的太多 隐胜要他去美国躲躲 谁知道他竟做起春秋大梦 还想做百货公司社长 嫌疑找到维修店老板 行车记录仪影像他还留有辈分 引来野州的人正是多慧 而多慧在走之前 留了一封信告知真相 他比秀哲整整大了五岁 扎实学历全都是假的 就连孩子也不是秀哲亲生 幼时 两人在福利院相识 多慧想要秀哲的手套 还有他的围巾 只要是多慧开口的 秀哲都会给他 长大后再度见面 是在海人和贤女的婚礼上 多慧正和格瑞斯计划 怎么行骗嫁进洪家 那时候的秀哲 完全认不出多慧了 后来 两人相亲 多慧归用了真名 但秀哲还是没有丝毫印象 事到如今 不如就像以前一样 干干脆最把他忘了吧 但秀哲清晰记得 多慧曾说过 他是这世上最宝贵的东西 怎么现在要把如此宝贵的 他扔下去不肯带走 集团人员易懂 老员工们整日无所事事 嫌疑的前秘书受隐胜所托 一直密切见识他们的动向 自从到了乡下 洪副会长每天都想办法借钱 却屡屡被拒 他心情不佳 和亲家公喝得酩酊大醉 哭诉说到了现在 他作为一家之主 却连安慰家人的话都说不出口 以前称兄道弟的好友 如今连两千万都舍不得拿给他 想想几天前 洪副会长签的税单是456亿韩元 如今兜里竟然连两千万都逃不出来 实在是心寒 海人在外闲逛的时候又犯病了 再次醒来时 两家人都关切地围在身边 母亲见他恢复神志 忍不住抛出风凉话 秀着比海人的身体还差呢 怎么没人关心他 姑姑气恼嫂嫂的态度 却又不能直接说出海人患癌的实情 只是让他对海人好一点 不要等到以后才后悔 海人私底下和前秘书有来往 得知嫌疑最近有再跟抗议的地主们见面 嫌疑解释 隐胜的手段 是典型的不动产投资欺诈 让中介用市值5倍价格 向地主购入有问题的土地 再跟公司以三分之一价格签约 双重合约 须以欺诈 只要能顺利抓到中介 从隐胜手中夺回一切就不是问题 海人的钱包还留在红宅 隐胜用他的患者卡 在医院里取得资料 得知海人患癌的真相 可因为隐胜不是家人也不是监护人 医生什么也不愿意透露 红会长在某女士的照顾下 不会死去 也不会醒来 维持这种状态 某女士就有动用21%股份的权利 然而 等她重回医院 安保陈都被撤走 就连红会长也不见踪影 她端然能猜到 一切都是出自隐胜的手笔 嫌疑收到警告短信 让她撤销控诉 夜晚回家时 一辆车在身后跟踪 从车上下来的人正是黑心中介 她看咸语细皮嫩肉 还叫来好几个打手准备收拾一番 谁曾想 咸语根本不是吃素的 与此同时 喊人迟迟等不到咸语回家 一边拨去电话 一边往村口走去 而站在那里的 竟然是隐胜 略带威胁的语气说 已经看到喊人的诊断书 可因为不是喊人的监护人 医生不愿透露喊人的病情 所以从现在开始 他要当喊人的监护人 而百货公司社长的位置 一直空着 正是他留给喊人的 如果喊人不接受 两天之内他会将患癌的事 如是告诉喊人的父母 秀哲冲过来指导隐生一拳 却被他临桥躲开 秀哲知道被隐生骗了 家族才会沦落至此 但他更在意的 是多会和海泽到底去了哪 过得好不好 可就这简单的两个问题 隐生都舍不得告诉他 喊人让秀哲保密 不要告诉爸妈隐生来过的事 咸鱼姐夫健壮 盲成有夜盲症 什么都没看见 他回家跟妻子八卦 而咸鱼姐看到隐生照片 直接惊呼 这完全就是他的菜 隐生打电话提醒多会 注销掉名相所有账户 多会忍不住问起秀哲 短短几句 满满都是关心 隐生撒谎说秀哲对他怨恨极了 那他一定要多好 可事实上 秀哲没完喊着多会的名字 根本无法入睡 凌晨一点左右 咸鱼才回家 脸上还挂了彩 喊人担心他被人打出内伤 迫不及待解开衣服仔细检查 看他身上还有被棍子伤到的痕迹 不自觉红了眼眶 咸鱼像就等夸奖的小狗 自豪地说刚才可是一对三 甚至对方还带了武器 不过好在他从小就学了拳击 这场打都根本没在话下 并且 他已经将中介交给警方 只要证实欺诈 喊人家的情形立马逆风翻盘 但喊人最在意的 还是让贤宇下次遇到这种情况 一定要转身逃跑 如果再挨打 满身伤回家 他就亲手杀了贤宇 贤宇还想解释 可看到喊人严肃的神情 选择了闭嘴 和他拉钩约定 两家同时多了两个受伤的男人 秀哲为了插开话题 提起贤宇曾拿过拳击冠军 贤宇爸凡尔赛的说 养贤宇实在太头疼 只要比赛就会得冠军 还是全国级别的 真是完美到犯规 到了上班时间 喊人追出来查看贤宇的伤势 还贴心地给他上药 再贴上止血贴 喊人依依不舍地惜别 喊人一直目送贤宇的车 开出几米远 他又突然下车跑了回来 说现在是高峰期 可以再待个五分钟 喊人坐在超市前 手差点要贴在一起 喊人说起 假如在很久之前喊人就分手 贤宇就会遇到 比他更亲切温暖的女生 过着更幸福快乐的日子 贤宇否认了这个想法 即使当初知道 两人的关系会出现裂缝 他也会一而再叫而三 坚定地选择喊人 他只是后悔 以前的每一天见到喊人时 都忘了问他有什么烦恼 为什么这么短短的一句话 他都舍不得问出口 某女士质问隐生 把红会长藏去了哪 他答非所问 只说自己要跟喊人结婚 某女士问他喊人是否答应了 隐生理直气壮回答 没有 是我自己想的 贤宇受到公司的解职处分 明白这都是隐生不满 他将喊人藏到龙头村的报复 公司员工对他避之不及 生怕跟他走得太近 会被当做同党踢出公司 格瑞斯只是帮忙卧底 跑了几次腿 远不及某女士在红家折服数十年 更不及隐生从小失去母亲在外漂泊 他想要社长的位置 为免狮子大开口 但某女士也给了机会 教格瑞斯动用他的远脉 不遗余力找到红会长的踪迹 一切都好说 姑姑哭的时候 老太太给过他一张手帕 他特意找到老太太儿子归还 男人告诉他 难过就哭是三流 忍住不哭是二流 难过吃肉才是一流 下次有伤心的事 别再流泪了 姑姑心里铭记这番奇怪的话 也记下男人的笑容 竞争对手朴硕薰生人龙头村村长 新冠杀人三把火 第一把火就烧到了鲜鱼爸身边 怀疑他的好友是否给了村民特殊待遇 这倒也好理解 权力转移从来都不是和平的 新权力总是会拿前任亲信开刀 最令鲜鱼爸难过的 是他最爱的村庄代表水果 梨子 也被朴硕薰抹出 换成了苹果 秀哲一直联系不上多会 发出的邮件屡屡被退回 看见鲜鱼直子正玩游戏 想起和多会一起时 总是会两人联机 而多会也告诉他 这个世界并不好生存 一定要注意深厚的危险 秀展猛然想起什么 打开游戏 多会在两小时前曾上过线 格瑞斯给某女士汇报近展 鲜鱼带着律师好友找上门 他查到格瑞斯名下的美容店 有13街没有登记 逃的税不知道累积了多少 格瑞斯的名声在圈子里很臭 他经常给人做美 可只要不满没人理 就会不择手段让人离婚 甚至派人助长婚外情 受害者名单一页者都撞不下 如果他们得知实情 格瑞斯的下场估计不太好看 他镇定自若 说着只要钱给得多 一切都好说 姑姑直接上前打得他眼貌惊心 生活在红家 怎么可能不知道 姑姑的暴力秉性 格瑞斯老师交代了 关于红会长的调查进展 还一副假意忏悔的样子 说把红家人赶走 他心里也不好受 顺便问起 喊人妈尊敬的状况如何 喊人妈仍放不下有钱人的姿态 即便村民们为上次的冒犯道歉 他也还是降嘴 说自己经常去的都是夏威夷 巴厘岛等独家圣地 第一次在这种特殊的穷地方 待几天也没关系 惹得村民们再一次回击 虽然他现在没钱 财产也不知道什么时候能解除冻结 还不如村里这些有田地的人呢 前秘书到龙头村和喊人街头 为他带来一整箱资料 还提起贤予在公司受了委屈 因为收受律师事务所贿赂 以及侵吞人工费被告堵职 喊人之前派监察组调查 什么负面记录都没查到 可想而知一切都是隐身虚意捏造 当然 只要他想 贤予的罪名还会有更多 贤予爸失去村长的位置 一个人喝闷酒 喊人爸理解他的心情 一天过去了 他的电量还有大半 没人打给他 也没人接他电话 换做以前 这种事情是绝不会发生的 总是听到有人说 一个人处于暗处时 连影子都会离开 现在想来 应该是真的 喊人编辑好了短信 却迟迟不肯发出去 还是贤予开口约他见面 一路上踢着石子 忍不住问隐胜来这里的目的 得知他想让喊人回家捅住 贤予气得双手插腰 隐胜和喊人什么关系 凭什么要住在同一屋檐下 喊人却觉得 贤予现在被隐胜诬陷 自身难保 还要分心想他的事 明明两人都快离婚 贤予还为他付出 这样下去 他的内心只会更不安 贤予妈偷听到喊人 给医生打电话 怀疑他患上某种疾病 再三逼问贤予 终于得知喊人脑袋里 长出了肿瘤 而且还是一种 很罕见的病例 无法动手术 只能先吃药观察 贤予妈记得狠狠揍了贤予一顿 一直以来 她只顾得上 心疼自己的孩子 却没能想到 原来海人 才是最应该被心疼的那个人 回家的贤予爸 看见妻子躲在一旁哭泣 自以为是丢了村长的位置 所以他才会那么难过 贤予爸握住妻子的手 却被一把推开 还煽情地说 没关系 以前我是整个村庄的人 但现在 就属于你一个人 秀哲好不愿意 蹲到多慧上线 即便发出消息提醒他 还即应该接种疫苗 想到曾经秀哲还在时 他会一边唱儿歌 一边哭得比儿子还要伤心 那时候的多慧 觉得秀哲是世界上最好的父亲 也是最好的丈夫 但现在 似乎已经回不去了 姑姑逼格瑞斯动用人脉 打听到红会长所在的医院 两人火急火燎赶了过去 而某女子也在寻找的路上 与此同时 红会长醒了过来 海人下了决心 要回首尔找隐胜 母亲误会 她早就跟隐胜串通好 夺走整个红市集团 把其他人赶出门 仙女妈骑士救场 开着拖垃圾 将海人载到了城里 途中 她落下一滴 不易察觉的眼泪 再次回到红市集团 却是不一样的感受 整个板货公司的人都知道 海人要重新接手社长的位置 不断在仙女身后 窃窃私语 为此 隐胜特意召开记者会 准备向大众宣布海人回归 以及她即将和海人结婚 面对大众时 隐胜指出赶揍红家 以及从红会长手头 夺身的指控 全都是假新闻 但海人接下来的举动 出乎所有人的意料 她无视眼前的提词起 坦白说隐胜诬险诫语 以此威胁她结婚 但她无法在 胜任社长的位置 因为她患上脑瘤 存活的日子所剩无几 监狱爸得知真相后 着急摔了一跤 就连平时对她毫不关心的家人 也被震惊地说不出话 海人和贤语含泪对视 两人默契地向对方走去 但海人又突然忘了 自己身在何处 等她清醒过来时 已经倒在贤语的怀里 她没有再逞强 贪婪地享受着 爱人身上的温暖 以往的回忆像走马灯般 在脑海里闪过 明明早就说过分开 可贤语还是坚定地 留在她的身边 就连在弥留之际 她见到的还是贤语 担忧的面旁 那不是幻觉 贤语靠在急救室的玻璃上 泪水都快哭得干涸 洪家人匆忙找到了医院 看着坚强的女儿昏迷不醒 真希望是自己听错了 或者是医生误着 直到被迫接受了事实 海人妈怪罪贤 贤语为何不老实坦白 但丈夫打断了她无休止的指责 最不关心海人的他们 是没有资格说这种话的 海人妈终于崩溃 双脚发软 这些年为女儿浅下了眼泪 在这一刻全都还了回来 海人爸故作坚强 安慰了闲语几句 转身跟着人潮走进电梯 通红的双眼里 映射的全是女儿幼小的身影 人群离开后 她倒在空无一人的电梯 再也控制不住眼泪绝地 姑姑和格瑞斯被某女士拦截 她还想和某女士讲讲道理 对方的黑小弟二话不说 将她抬了出去 某女士圣人的笑语仿佛在说 你还是都不过我 姑姑从应急楼梯追上某女士 一改往人态度 卑微地道歉 某女士似乎动了侧眼之心 统一让姑姑看一眼再走 红会长已经醒来 她的眼神呆滞 对姑姑的呼喊没有半点反应 格瑞斯见状 立马倒戈站到姑姑身边 让人意想不到的是 红会长既然失忆了 根本认不出眼前的人是谁 格瑞斯缓缓挪动步伐 重新站回某女士身边 而姑姑也被小弟们扔了出来 红会长大脑损伤严重 认知能力等方面出现问题 医生无法锻炼她能否恢复 姑姑丧气地回到喊人妈身边 一夜之间 她仿佛彻底变了一个人 整张脸都失去了血色 想到曾对喊人恶语相向 她的心都在滴血 也不知道喊人到底 承受了怎样的痛苦 仙宇寸步不离手在喊人身边 内心只声祈祷 祈祷她能平安醒来 两双手紧紧相握 仙宇的心意 应该能传到她那边吧 秀者很脆弱 有恐慌症 多会担心她因为喊人的兵意 绝不振 求隐身提醒她吃药 却被一通仇骂 此时秀者找到病房 母亲曾给她求过一张护身符 她担心喊人是因为这个 才会患病 内心满是自责 直接撕碎了扶植 没想到喊人还真的醒了过来 她见到秀者的第一句话 就是对不起 转身看见贤语时 喊人终于表白 在第一次见到贤语时 喊人就方心暗示 直到现在那份心意也没有改变 喊人始终甚至爱着贤语 就像贤语爱着她那样 贤语也告诉她 自己不是信徒 可昨晚的浅层祈祷 比她前半生的次数加起来 都要多得多 所以两人谈恋爱 千万别拧巴 该说就说 不然不知道哪天 可能就错失机会 后悔终生了 喊人妈松了一口气 却仍没有见女儿的勇气 其余家人承得守在喊人身边 牵强的笑容 故作轻松的话语 喊人听了后却更加沉重 贤语在楼道里找到哭泣的喊人妈 她问贤语 什么样的母亲 会对女儿的病情一无所知 幼时的喊人 不止一次向母亲伸出手 但每次母亲都残忍无事 如今就算喊人能痊愈 她也无法原谅自己 给女儿带来那么大伤害 喊人走上前 略带指责的话语 告诉母亲她又不是医生 怎么可能预知病情 虽然每句话表面都带刺 但不可否认 每个字里都藏了一句 没关系 我不怪你 喊人妈亲身问女儿 你会疼吗 这句轻柔又带着试探的询问 融化了喊人缤纷的内心 母女俩平时前嫌 时隔二十年迟来的拥抱 更是让他们明白 彼此是生命中最重要的人 母女世界红会长回了家 格瑞斯不禁感叹 这个坏女人这么轻快 难怪连哪一批都能躲得过 格瑞斯献殷勤 说有款电动轮椅很火 却被白了一眼 傻了吧 什么都用电动的 怎么体现 某女士照顾红会长辛苦 某女士招来公司众人 公布红会长的状态 不适合回到公司 今后所有的提案 都必须要先交给某女士过目 最近股价断崖式下跌 投资者们强烈抗议 眼下破绝的方法 只能先找到 红会长的秘密资金 喊人吧 几天都没有进食 说起从小到大 孩子们依赖的都是红会长 这样的状态下 喊人吧如果告诉海人 相信爸爸 这句话又怎么可能 给他带来力量 但亲家却说 父母不管有没有出息 对孩子来说都是一座灯塔 所以好好吃饭 点亮自己 听君一席话 喊人吧终于鼓足精神 喊人曾是想加入 姨赵俱乐部的野心家 自从记者发布会后形象巨变 成了未救前夫 公开决证的世纪纯情女 真是丢脸丢大法 前面说不服气 他才丢脸 以为喊人要回社长的位置 在百货公司分六个月 买了没有打折的奢侈品衣服 哪怕是为了这笔巨款 喊人也要回到公司 说完 还含着眼泪 紧紧拥抱了喊人 喊人还是不服气 这也太亏了 先与立马用小奶狗 充满爱意的眼神看着他 路人对眼前一目怯怯思语 俩人看着也太恩爱了吧 隐胜找到医院 刚好喊人也有事要交代 他料到媒体和投资者都在施压 凭隐胜的股份难以抵挡 但他可不是想要帮忙 而是霸气警告 再来烦他 隐胜的损失会更大 在大学时 喊人曾以为隐胜真心待他 不管陷入何种困境 隐胜都会伸出援手 可后来喊人发现 所有困境都是隐胜制造的 这才切断了彼此的关系 但咸鱼可跟隐胜不一样 他会一直陪在喊人身边 于是 隐胜对咸鱼用了狗血剧常用的一招 离开他 多少钱我都给你 花音刚落 一拳直接落在他的脸上 这是本局最爽的一幕 红市集团员工对现状感到不满 多数红会长的心服辞聚养老 嫌疑通过他们得到线索 红会长用多重手段将秘密资金 转到了国外的某家银行 但隐胜今天刚好派人去查了 马来西亚的银行 还没有消息 推测秘密资金应该不在哪里 针对嫌疑的惩罚会议召开 两家还有律师期上正为他打官司 还拍了拍嫌疑肩膜让他放心 好友指出 有人举报嫌疑 8月6号泄露公司机密 但嫌疑在7月28号 就被收回公司账号 他根本无法登录 又是怎么泄露的 劈里啪啦说了一堆 公司法务团队哑口无言 看来这群损友 关键时刻还是挺靠谱的 前一晚 医生刚被某女士虚情假意关心一番 黑中介被保释后又找上门 威胁说两人是一根绳上的蚂蚱 今天看见嫌疑毫发无损打了胜仗 更是气不打一处来 他拨给黑中介 要对方取嫌疑的性命 作为交换 会给中介不少逃亡资金 嫌疑拿出一份文件 委托好友们继续调查 其实这些文件本来都进了碎纸机 却被海人前秘书拦下 带给了海人 一条一条拼凑后 才发现这是红会长秘密资金的资料 足足有9000亿韩元 格瑞斯一路想跑对某女士表忠心 卑微地像个侍女 把某女士当女王一样伺候 可看见某女士虚伪地照顾红会长 还是不懈地撇了撇嘴 红会长看见曾用的棋盘 下意识躲避 某女士让无关人等离开卧室 质问红会长 她被红会长转移的钱到底在哪 这一幕差点被侦探的无人机拍下 姑姑占有的男人的房子前 优雅的环境 照顾有家的花卉 还有躺在院子里优雅的男人 心里小鹿怦怦直跳 忍不住多看几眼 不小心被男人发现 姑姑尴尬地躲在墙角 没想到男人直接走出门 送给姑姑一袋桑婶 她立马了然 真是的 想对我表达爱意 也不用这么特别吧 这时 姑姑再回头看下男人的家 明明就是普通的农家小院 原来刚才都是爱的滤镜 看着手中的礼物 姑姑不自觉笑出了声 反正不管怎么说 这桑婶是甜到她的心里了 贤语妈正在家里清洗采摘的桑婶 却没注意到身后 有人拍下了照片 与此同时 贤语也发现 似乎随时随地都被神秘人跟踪 贤语和海人两家在烤肉店相聚 彼此间少了些剑拔弩张 海人爸主动揽下烤肉的活 说以后家里的子女只要靠她就好 秀哲也改掉幼稚的态度 劝姐姐多吃蛋白质 身体才会好 白水球数量也会提高 两位母亲争着要给海人设计菜单 这一幕是海人从未体会过 却无比期盼的 如今终于梦想成真 原来这就是家的感觉 夜里吹风机又坏了 贤语问海人是否需要新的 却被拒绝 他说只有这样 才能享受到贤语为他吹头发的感觉 而他每天都会洗头 所以贤语每天都要在他的身边 如此就够了 但海人的身体越来越差 老是忘记身边的人是谁 医生说过 脑瘤会导致他丧失认知能力 海人想把记忆留在最美好的时刻 所以等病情恶化时 希望贤语不要在他的身边 贤语默默听着 却什么话都没有说 秀哲不再颓废 尊称贤太为师父 要跟他学习拳击 用自己的双手双脚来保护家人 训练过程很苦 秀哲是拳击小白 每次都躲善不及 贤太不断为他打气 可下一次出拳时 秀哲竟然吓得倒在了地上 格瑞斯做着双面间谍 为贤语提供线索 推测目前资金仍存在韩国 格瑞斯通过不动产业的人脉 得知红市旗下一郎的城管长 在郊区租了5000坪的物流仓库 莫费钱就藏在那里 与此同时 隐线也查到了仓库地址 红家人乔装打扮 假装要购入仓库 格瑞斯介绍他们几位 都是大型企业家 尤其是秀哲 来自中国 他习虎难下 硬是憋出了几句汉语 老板 不要香菜 说完还觉得不尽系 仓库里放了不少画作 看上去并不是特别好的作品 推测则是仓库用来 让黑钱乘正规资金的方法 数量很庞大 一时半会儿也无法破解信息 深夜 暴雨来临 贤语留下喊人去附近开车 他蹲在地上等了好久 有人拦着伞走来 喊人看见是贤语的脸 轻轻拉住了他的衣袖 回去的路上 贤语惊恐发现那辆车又在身后跟踪 他一脚油闷到底 对方穷追不舍 两方在公路上急速狂飙 贤语利用货车视线盲区成功掉头 本以为摆脱危险 可对方竟不惜撞破路障直冲而来 喊人刚想报警 可前方走下车的 竟然是贤语 喊人呆呆望向车窗 倒映出的却是隐身的脸 原来 喊人刚才又犯病了 但他突然就懂了 为何那辆车会穷追不舍 不是想要追杀 而是贤语想要保护他 贤语走到侧车窗和喊人对视 蛮柔情 银胜肩拦不住 打开锁 另有喊人下了车 他害怕贤语会担心 撒谎说半路遇到银胜 答应要跟他一起去见红会长 贤语也想陪同 却被银胜拒绝 因为银胜早就制造了 一个针对他的夺命计划 离开的时候 喊人望着后视镜里 贤语的身影 没想到 车刚一走远 贤语就被人一拳打运 多回这边迎来一位不速之客 他的堂哥 可堂哥捧着鲜花和红酒 进门就直奔一二创 让贤语叫他爸爸 但贤语一哭 他立马不耐烦 瞪着眼睛让多回去厕所哄孩子 贤语爸一直打不通贤语的电话 以为他和喊人一起在书尔住下 这就奇怪了 离婚的男女 不应该比陌生人还不如吗 他俩怎么老在一起亲亲我我 殊不知 贤语刚醒来 双手双脚都被捆绑 而眼前那张猙獰的脸 分明就是黑中介 隐生带喊人回了红宅 说他衣服湿了 应该要进去换一件 喊人的东西好好保存在房间里 旧扑明白他的口味 特意做了牛排和柚子沙拉 得知中介已经处理掉鲜语 更是挑了一瓶上好的红酒庆祝 你小子未免也太贪心 要骗人进来吃饭 还要去人家丈夫的命 家还是以前的家 氛围却变得完全不一样 喊人根本没心思坐下来跟他闲聊 但看见隐生拿出来的一根项链 喊人想起 他就是又是救过自己的小男孩 两人最早的相识 是喊人溺水那天 就是隐生救了他 用隐生的话来说 先见到他的 喜欢他的 其实都是自己 只不过因为某女士 把他扔到孤儿院 他要保守秘密 所以什么也不能说 而在这张桌子上和喊人吃饭 就是他最大的愿望 可喊人妈在看见写语照片时 发现了端倪 嫌疑小时候曾去过的那片海滩 怎么看起来那么眼熟呢 隐生信守承诺 让喊人见了红会长 他依附呆滞的模样 连曾经最得意的孙女都认不出来 某女士疯了一般冲过来 却被隐生阻拦 见到喊人从房间走出来 还嚣张地质问 已经快死掉的人 还回来红寨干什么 你们这群六斤不认的豪门世家 什么时候关系好到 开始心疼家人了 隐生恼怒 某女士对喊人的态度 狠心甩开她的手追了上去 却怎么都找不到人 喊人越走越远 她的病情随时都会复发 没多久又忘了自己身在何处 就在这时 一辆车缓缓开了过来 走下来的人 到底是贤语还是隐胜 他不敢上前辨演 但从对方紧张又着急的表情来看 这次他没有认错认 可贤语怎么又受伤了 又被别人打了吗 明明贤语的额头已经渗出了血 可他还是倔强地说 他怎么会挨打呢 他可是一对三都能安然无恙的人 红家的监控只有上百个 隐生自然也能看到两人相拥的一幕 他质问中介 到底出了什么变故 原因还真是搞笑 竟然是他下手前打电话给隐胜 但隐胜没有按照约定付钱 再打电话 就被拉黑了 加上贤语一直在科普律法 中介现在只是诈骗 最多判三年 要是犯个谋杀罪 可就不好说了 少说也要老底坐穿 那中介真要放贤语回去恶心隐胜才行 贤语带海人去了传说中的高级公寓 没错 就是一复一整年 绝对不是岳父的那一间 房间里实在是太乱了 贤语手忙脚乱收拾一通 相比于红宅 这房间也太小了吧 离婚后贤语就住在这里 难道不会不舒服吗 不过看他自在的状态 过得应该还不错 海人对上来了脾气 离婚果然就是贤语的梦想 贤语立马解释 当然一点也不自在 只要海人不在这里 要是海人一直陪在他身边 他才会住哪儿都舒服 好好的说什么甜言蜜语 让人老脸一红 贤语亲自下厨 用剩下的食材做了晚餐 这些普通的家常菜 看着都比刚才的红门宴有胃口 海人问起 如果她死了 贤语会给其他女人做饭吗 呛得贤语直咳嗽 看海人一脸认真的样子 只好解释 她可是国民认证的 世纪纯情女 有哪个女人能比得上 她在心里的位置 海人一眼认真表白 其实贤语才是最好的那个人 就算投她一百次 她都要坚定地嫁给贤语 说话时连眼睛都不眨 看着仙女的心事七上八下 但隐胜可就没那么舒服咯 看着桌子上的残根就来气 扔了盘子不说 坐在椅子上双眼通红哭了好久 海人一直在利用隐胜 某女士又何尝不是 隐胜无暇应对假惺惺是好的某女士 其身要走 可对方却问 你以为我真的不关心你吗 那对收了钱 却对隐胜不好的养父母 为何会酒驾车祸身亡 欺负隐胜的福利院院长 死于火灾 难道真的是巧合吗 没错 又是她干的 这就是某女士爱一个人的方式 海人提起刚刚见过红会长 和之前意气风发的她叛论两人 某女士在门外大喊大叫 海人担心她随时都会闯进来 给爷爷留下一支录音钢笔 那是海人生日时 爷爷送的礼物 只有他们两人知道 此时某女士冲进房间 质问红会长用她名义 存的秘密资金到底在哪 还杀人住心般说了海人的病 却没注意到离开之后 红会长吹下了眼 秀泽每天玩命训练 时刻暗示自己就是个猛男 贤太见她如此努力 很实心味 和秀泽聊了很多 可秀泽一闲下来就会想到多会 也不知道她过得好不好 当然不好 丈夫嫌多会偷出来的钱太少 怀疑她私吞了 多会为了保护孩子 被掉下来的台灯砸中 担心丈夫会做更危险的事 只好坦白说 其他值钱的都放进保险箱 以后就等她去取 给丈夫倒红酒时 多会偷偷下来安眠药 还从丈夫钱包里偷走一样东西 另一边 海人看着熟睡的咸鱼 忍不住端下其他完美的脸 不愧是万千少女都为之心动的男人 鼻子是鼻子 嘴巴是嘴巴 一个都不少 咸鱼起身 把海人入怀一起躺下 这场面 甜得逆人 千亿碗咸鱼是从后门进的红宅 由格瑞斯负责接应 回报就是千亿要给她秘密资金的3% 隐身和某女是比狐狸还精 身边可以养狗 但绝不养老鼠 格瑞斯赶紧投诚 说咸鱼马上要找到秘密资金 答应要给她10% 但某女是对她的恩情 她绝对不会忘 所以只要某女是愿意让出一套房子 加上秘密资金的7% 她就答应随时汇报 而秘密资金 应该就藏在红家 龙头村的村民 发现最近老是有人偷拍 咸鱼姐巴气摔下叉子 穿上价值500万的高跟鞋 一个飞踢将男人摔出几米远 吓得他们开上车夺命狂奔 咸鱼带寒人去了村里的告白圣地 据说 在这里表白的点 都是百发百中 必定成功 夕阳的余晖下 咸鱼逃出早早准备好的钻戒 再度向寒人求婚 传来的告白 心仪却一点也不迟 但寒人想都没想就拒绝了 他早就说过 如果病情严重了 最不想咸鱼陪在身边 昨天将隐身认成咸鱼 更让寒人明白 明天和一晚不知道谁会先来 现在看来 意外来得比他想象得要快 为了避免无法承担的悲剧 寒人坚定说了分手 姑姑和侦探查看 无人机拍下的录像 男人机匆匆跑来 他的母亲又失踪了 找遍整个龙头村都下落不明 姑姑灵机一动 派出无人机在村里搜寻 男人不自觉和姑姑贴近 找到母亲后还热情地跟他拥抱 姑姑的心都快被小鹿撞散架 看男人家里母次子笑 姑姑很是羡慕 但男人说 父亲是个很糟糕的人 母亲在他很小的时候就离家了 后来得了失智症 男人才及他回来一起生活 每个人都会有自己的人生重担 即使看起来无忧无虑 在他们的口袋里 也有各自沉重的石头 所以不用羡慕别人 也不用自责 洪会长每天都要在护工的监督下喝药 可等护工走后 他却从嘴里吐出藏好的药 强承着站起来 将药藏进柜子中其他药品里 侦探确认秘密密资金就放在洪家 可家里怎么可能放得下九千亿韩元 还人想起 昨晚爷爷说了一句话 假如爆发战争 到我家来 我家有防空洞 听说洪会长在建房时 确实有该避难室 但没有人真正见过 建筑设计图上也没有 与此同时 隐生和某女士 也想起秀哲提到过家里的避难室 深夜 龙头村开了一辆计程车 走下来的人 分明是失踪已久的多会 手头还捏着从洪家偷走的纯金佛像 秀哲出场前紧紧拥抱日思夜想的人 才确信这不只是他做的一场美梦 多会归还了偷来的钱 即使并不能弥补给洪家带来的损失 所有人都知道 建宇不是秀哲的孩子 但他突然捂住建宇的耳朵 大声反驳 这就是他的孩子 他捡得期待 每天晚上唱摇篮曲 这些都不是假的 秀哲不在乎多会的年龄 他是否欺骗了自己 或者连和贾堂哥栽赃 都不重要 只要多会回来就好 多会何尝不是第一次被重视 所以才会在离开秀哲之后 吃不下饭 睡不着觉 既然两人确定了心意 那他也没有离开的必要 寒人虽然说了分手 却还是忍不住偷偷拾戒指 偏偏咸鱼此时走了进来 要拿戒指去退货 寒人将手背在身后 故作轻松离开又折返 尴尬地将戒指放回原位 还强装镇定反问 看一看咋了 看看又不犯法 咸鱼都快消除了声 看吧看吧 你最好拿去看个够 现在寒人回到房间吹打枕头 丢死人了 红家的避难室设计师早就离世 巧合的是 先与好友是设计师儿子的恩人 对方二话不说 奉上秘密设计图 红家拖往地下室的电梯是特别之作 后面像是墙壁的地方也可以开门 避难室应该就藏在那里 当天夜里 红会长又吐出了药 却在藏偶时被某女士发现 她被监禁在红家 一天能清醒的时间非常短暂 无法求救 也不能正常活动 某女士又将她送回房间 清醒后 她拿起那只钢笔 又推着轮椅走向楼梯 思考很久 勉强扯出解脱的笑意 而后 她下定了决心 收到消息的红家人赶回家 只见到推出来的尸体 姑姑颤抖着手掀开白布 世界好像就曾安静 只听见她撕心裂肺的哭喊 红会长的葬礼如期举行 某女士的权限完全丧失 红家人捧着红会长的照片回到房子 果然在电梯里找到秘密开关 避难室就在墙壁后面 原本放于仓库的9000亿现金 竟然在一夜之间不翼而飞 地上残留着箱子拖动的痕迹 似乎就发生在不久之前 原来 某女士彻夜研究 红会长的家庭录像 好久有个极其隐蔽的避难所 找到避难所的关键 就在电梯里的扶手上 红会长的9000亿秘密资金 就这样落到某女士和隐身的口袋里 所有人都怀疑 是某女士为钱谋杀了红会长 可她还满口愿意道德 说红会长都离世了 她的子女却只关心钱的下落 实在太可怜了 某女士在这里居住了20来年 早就成了合法居住者 即便红家人开口赶她走 她仍要死皮泪脸留下 海人拿走那只录音笔 红会长清醒时 留下了这样一段话 生前 她能清醒的时间很短暂 即便清醒 也很少能想起什么 就只有后悔罢了 这辈子 她拼命赚钱 为了不让钱被抢走 使出浑身解数 不择手段 人生大部分时间都耗费在上面 可这到死 除了懊悔 什么都来不及留下 只能希望孩子们不要重蹈覆辙 好好过一生 红会长的葬礼 对海人来说 就像是她死亡前的彩排 时间飞逝 早就过了一村宣告的三个月 就算今晚她死了也不意外 或许那天全家人也会来挖地 把棺材埋进去 在锦衣棚子里吃饭 在坟墓旁边哭泣 等时间到了 大家各自回家 留下的 就是剩她一人 但现在 阳光如此耀眼 鸟儿围在周围 气急扎扎的叫声很悦耳 有一种让人羡慕的生机 而海人 拼了面也想要活下去 贤太和父亲一起分析 红氏集团的形势 红会长死后 他所拥有的21%股份 都会回到海人手上 隐生一家本来拥有59.1%股份 缩减为38.1% 骄傲海人家拿到连带 保证被冻结的股份 红家总持有股份占比 只有34.7% 仅仅和隐生差了3.4% 可以说不相上下 红家一旦回到首尔 是必要和隐生分庭抗理 走之前 两个男人最后在酒桌上谈心 贤语爸说起 这个季节的柿子口感很色 但只要浇了烧酒 柿子又会变得很甜 人生就如同生死一样苦涩 再配上苦苦的烧酒 肯定会绝对活不下去 但只要坚持 总有一些瞬间会很甜 贤语接到实验室打来的电话 最近他们研发出一种新型技术 可以用高长度超声波 破坏肿瘤细胞 好几项案例都很成功 很适合海人这里的患者 唯一的弊端是 去除肿瘤细胞的过程中 不可避免会损伤部分海马体 有很大的几率会丧失记忆 依海人的性格 肯定不会愿意接受手术 但现在所剩的时间已经不多了 三人决定暂时向家人隐瞒这个消息 其他人还以为海人得到新的机会 发自内心为他祝福 海人难以置信 不由得怀疑 神语接到的不会是诈骗电话吧 还在山确认新技术 到底是不是真的适合他这种罕见病例 在得到确定的答案后 带着笑容离开了房间 可贤宇刚走出门 就听到他在低声唾气 这段时间发生了很多事 患上绝症 被人算计赶出红家 爷爷离世等等 海人像做了一场很长的噩梦 已经很久没有听到这么好的消息了 所以才会袭击而泣 这个夜晚 两人消用而眠 贤宇藏了心事 直到半夜才缓缓入睡 清晨的阳光洒进房间 海人早早醒来 贤宇这几天不用去上班 男人在周边四处游玩 还拍了很多照片 那一刻 海人体会到平常人的生活 原来是这么多姿多彩 他和贤宇约定 手术结束后 一定要周游全球 贤宇心里一阵酸涩 却还是强扯出笑意 和他拉钩 去得过之前 海人要向贤宇分享三个秘密 第一个秘密就是 其实贤宇剪的MP3 是他在留学前 不小心落在操场上的 两人彼此都还记得 在学生那天初见时 对方的穿着和长相 虽然是极小概率事件 但这更能说明 两人的缘分之深 用很狗屎的电影情节来说 就是命中注定 不久前 他们还在闹离婚 海人又患上绝症 往后这个字对他来说 太沉重 但现在 他终于可以重新拥有 和贤宇的往后 所以 海人带上他没钻戒 接受贤宇的二次求婚 贤宇也要求海人再三保证 即使有一天睁开眼睛 很讨厌他 即使以后不记得 现在的决定 也绝不会反悔 谁也不知道 这些话家未来是否算数 但现在 只要能抱着海人 能感受他的呼吸和心跳 心才能安静 某女士按约定 封了格瑞斯600亿 但她提前申请了指付 格瑞斯要乖乖地按照她的吩咐 做到满意为止 某女士才会申请解除指付 贤宇妈担心 红家人回了首尔 吃不上自己亲手做的泡菜 买了500斤白菜加工 都会热情帮忙 看她嫌熟的刀法 倒是一点也不像 红家的少奶奶 海人妈先有芥蒂 不肯接受多慧 可多慧却说 她第一次称一个女人为母亲 这个称呼以后也不会变 村民们热情邀请海人 用风切花染指甲 传说颜色到初雪那天还在的话 就会遇到自己的初恋 等到贤宇下班 海人神秘兮兮地让她上前 亮出染了色的小拇指 贤宇记得海人提过 她曾为了多看初恋一眼 还特意绕远路 光在远处看着都很开心 不自觉就会想起那个人 但贤宇怎么都没想到 那个人既然就是她 还吃起自己的醋来 海人大伯一直在和股东见面 不断收购集团股份和隐生对抗 万万没想到 一切都是贤宇的计谋 她特意联合大伯和股东 逼隐生多用秘密资金 只要露出马脚 就可以用法律让她入狱 而之前绑架过贤宇的中介 已经一周没有消息 很可能是被隐生灭口了 姑姑在山下闲逛时偶遇一中人 对付让她晚上见面 是有重要的东西要交给她 姑姑精心打扮一番 一副苦恼的模样 说自己马上要离开 平时应该也不会有时间回龙头村 所以男人的心意 她应该是无福销售 可男人要她见面 这是为了送一份薄金 姑姑内心的伤痛被触动 不自觉流下眼泪 男人递来手帕后转身离开 姑姑按着她离去的背影 真正的心意 始终说不出口 为了能和多佛一起生活 是有者不打算和父母一起回首二 海人和贤宇也是一样的想法 他们要搬去贤宇的公寓 海人妈笑出了声 接受了孩子们的决定 夜里 母亲去了海人的房间 说起很多年前 她的梦想就是生下一个漂亮的女儿 有一天做了胎梦 梦里有流星划过 愿望就实现了 母女间吵了二十年的酱 直到现在她在觉得后悔 发自内心想对海人好 不过还好 往后的时间还很多 他们仍可以慢慢变得亲密 临走前 海人把相亲家表达歉意 把绣椒留在这里 就像出来玩没有把垃圾带走一样不安心 相处这么久 说走就走其实也很舍不得 两方商量着 要不就多留一天也没关系 为了报答亲家的收留 海人爸买下拳机关整栋楼 可以送给贤宇爸 他也要身一变成了包租宫 让贤宾立刻竭心脱线的房租 贤宇姐姐想搬到一楼开理发厅 也要一次性付清一百万韩元 之前贤宇爸总结的被子女以下犯上 街灯楼刚好可以座位 解释他们忠诚度的媒介 顺便收收房租 海人和贤宇搬回公寓 碰到附近的邻居 对方还以为两人是新婚夫妻 说来也是 结婚三年多 现在才感受到婚姻的甜蜜 接下来他们是彻底释放了内心的感情 每天都要腻在一起 要么手牵手 要么脚碰脚 再不然肩膀也要爱一起 光是看着欣宇的脸 海人都感觉每天中了五百万一样幸运 生活中的每一秒 都是专属于两人的甜蜜回忆 这种回忆 会就每一对情侣 通过难过又苦涩的时光 先语告诉海人 她会喜欢棒车的原因 是因为觉得心情复杂时 只要专注于一件事 看着对她来说最重要的东西就好了 而现在嫌疑最看重的 当然是如何拯救海人 格瑞斯不请自来 一番甜蜜蜜哄的海人妈降低戒本 还请来高级美容师 给海人的两位母亲做脸 打探到海人最近要去德国接受手术 还从都会那里得知 她是对秀者动了真心 才会选择背叛某女士 格瑞斯将情况一字不落报告给某女士 隐心也得知海人的手术 以及手术的副作用 她特意找到咸语 拜托咸语一定要保守秘密到最后一刻 不然以海人的个性 肯定不会接受手术 海人投一自己顾客的身份到百货公司 之前她很讨厌只看不买的顾客 以及跑跑跳跳的孩子 让助理撤掉了休息空间 逛了一圈下来 她才发现当初设计的弊端 想买根唇膏 结果连保时刷也买了 去看珍珠山 没想到又买了大衣 顾客的眼睛和鼻子得不到休息 等她手术结束 要撤掉部分柜台 设计又柜又舒服的休息空间 海人换病前 要求员工尽早准备圣诞活动 现在才十月 集团就已经在布置装饰 此时恰逢彩灯彩牌 天空还下起了雪 黑暗中缓缓走来一个身影 所导致处皆是光明 就像神秘一样 她为海人实现了抽血的愿望 海人又提起初恋 嫌语粗意大发 问起那个臭小子到底是谁 才知道 这是海人的第二个秘密 以前 嫌语下班老师搭372号公交 坐在最后面靠窗的位置 如果不是一直绕远路 跟在身后偷看 海人又怎么会知道得这么清楚 嫌语才明白 原来她就是海人的初恋 两人的助理也在旁边八卦 下午上亮彩牌时 就是嫌语要求设备组 启动造血机 这就是所谓的双向奔赴嘛 嫌语扮向妻子 坦白海人手术的副作用 嗅觉得知真相 震惊不已 与此同时 海人妈也得知了事实 嫌语两人已击搭上 前往德国的航班 殊不知 隐身也紧随其后 海人向嫌语说了最后一个秘密 她曾说过 顶路养了一只浣熊 嫌语每次去顶路 都会叫浣熊的名字 其实只是海人撒得谎而已 浣熊怎么可能生活在顶楼 说说下校间 已经抵达了实验室 进手术台前 嫌语还是向海人坦白 手术的后遗症 可能会导致她失去所有记忆 海人连阵退缩 这个世界对她来说太残忍 动手术会失去记忆 不动手术又会死 怎样的选择才算不上糟糕 她望着那双痛红流泪的眼 那双也叫她好好活下去 可遗忘了所有美好 又能怎么好好活下去 手术前 显语录制了一段视频 介绍了两人好几年的婚姻生活 从怎么相识 怎么离婚 一直到怎么和好 说着说着 情不自禁流下眼泪 而她留下的最后一句话是 就算你不记得我 和我的约定 我也会一直陪在你身边 她才30岁 最急着挑选和谐的目的 看见一位老爷爷击败妻子 幻想着自己死后 丈夫会不会每天都带鲜花来探望 她的病太过罕见 百万脑瘤患者里都挑不出第二个 丈夫是个无神论者 但会从白天起学到黑夜 保佑她能顺利手术 但海人却带嫌疑去了新衣草花田 这是他们蜜月旅行的终点 也是第一次吵架的地方 那晚的香气 月蓝和风 海人都记得很清楚 这些记忆作为燃料 让她得以运作 找到活着的意义 如果要手术 任何关人两人的记忆 都会从海人的脑海里抹出 这片薰衣草田会成为陌生的地点 而闲雨也会成为陌生人 所以海人拒绝动手术 哪怕要直面死亡 姑姑回到洪家 每天都放不下一种人 她控制不住思念 等缓过神来 已经回到了龙头村 还找了个拙劣的借口 说是放心不下留在村里的秀哲 才前来探望 然而一直到男人家里喝茶 秀哲没眼力劲 说起姑姑只提几千万的包 一个戒指就能买一间公寓 去年买的手表都要两亿 急得姑姑一声大吼 没注意到男人眼里的落寞 但她还是鼓起勇气表达心意 让姑姑有空长来 得知海人不愿进行手术 秀哲出了个馊主意 想由父亲与长辈的身份训斥 这样母亲哭哭啼啼地说好话 可到了视频的时候 真正要说的话都被心疼代替 没有任何人再对海人说狠话 父亲提起嫌疑从为了她的手术 联络了国内外的几百家医院 寄了数百封电子邮件 配合美国和欧洲的时间 每天半夜打电话 这才为她找到希望 所有人都劝海人 记忆没有活着重要 可没有了记忆 海人又是否会变为另一个人 她实在太害怕这种事发生了 听见视频那头传来的哭泣声 难以抑制心痛 始终没能控制住掉落的眼泪 某女士阴魂不散 她想要的是 多会从丈夫那里偷走的U盘 多会将其藏起来 就是为了要挟某女士 不能再对洪家动手 这些话全被一旁的海人妈听见 对多会的偏见一点点消除 她将围巾围在剑语身上 仍旧蛮横的态度 可每一个举动都透露着 她已经承认了多会的身份 海人的检查结果不佳 再这样拖下去 就没有手术的必要 她不肯在病床里待着 险渝跑遍了整个医院 都没有找见她的踪影 但在教堂的祈愿签上 险渝看见海人写的一句话 她想要带着最珍贵的记忆 安安静静地离开 险渝跑出教堂 看见那个失忆哭泣的熟悉身影 她一把将海人拥进怀里 又拉着她的手保证 即使海人会失忆 变成另一个人 但只要醒来时 看见的第一个人是她 仍然还是会重新相爱 就算海人没有看上她 她也会一直一直陪在海人身边 不管未来会发生多糟糕的事 出现也不会变 只求海人不要离开 因为这是险渝最害怕的事 可海人 还是狠心抽开了手 回酒店后 险渝一直板着脸部说话 冷漠地往前走 也没有在等海人 周围的女生看着险渝两眼放光 海人挪了椅子的位置 可以和险渝拉近距离 猜测她是不是在 故意打造知性形象 同时稍微露出浅壁肌肉 来展现肉体美 险渝大方承认 海人之前不是说过 扔下她很可惜吗 她就是故意让海人觉得 丢下她离开 简直可惜到爆炸 警方正调查中介死因 作案工具的指纹检测 结果出来了 险渝人已经飞往德国 与此同时 某女士也派了几个人 前往德国 据说 办完之后 他们不用再回韩国 格维斯敏锐察觉 某女士肯定有什么大手段 她拿出那本600亿的存折 在利益和良心之间 还是选择了后者 打电话给贤渝 确认他们的安危 贤渝猛然想到海人 她冲出去查看 目睹一辆货车 和自己的车相撞 想到海人可能还在车里 也不管汽车是否会爆炸 赤手空前就往车窗上砸 知道海人的声音在身后响起 贤渝悬着的心才终于放下 顾不上手上的伤口 跪在地上握紧海人的手 海人算幸运的 她在车祸前 看见有人在卖四叶草饰品 虽然很坑钱 但也多亏她才保证性命 而海人也彻底改变了心意 贤渝卷起袖子很性感 喝醉后很可爱 哭起来又会让人想爆 她要是知道有其他女人 正在觊觎贤渝 肯定气得从坟墓里跳出来 所以她想通了 愿意接受手术 秀哲替贤渝爸看电 在泡面里加上熬贵的松叶鲜和鲍鱼 但价格不变 只要3500韩元一万 不少村民带着家人慕名而来 秀哲美其名为为爱服务 说不定用这一脚就能迷惑顾客们 让他们购买商店里最贵的东西 直到贤渝爸告诉他 泡面就是店里最贵的了 秀哲的生意王之梦才终于破碎 而贤渝爸也终于明白 秀哲公为何称秀哲为垃圾 那是对他的警告 秀哲坚持要继续研究 农村和大型超市共存的方法 都回心里又读了一个秘密 前几天接到丈夫电话 对方应该很快就会找上门 他带孩子和秀哲一起去了游乐园 三人难得享受亲子时光 有那么一刻 都会想让时间暂停 就留在这里 但该来的总是会来 他不想让秀哲受伤 就找了个借口 让秀哲帮忙买咖啡 等秀哲回到原地 都会再次带着孩子不够而别 打电话 无人接听 手头的气球也不知何时飘走 秀哲在游乐园横冲直撞 哭喊着多会的名字 走到一半的多会 听见广播传来秀哲的声音 求他不要再离开 路人嘲笑秀哲是个多糟糕的人 才会被抛弃 多会回怼 他的丈夫一点也不糟糕 是个非常优秀的男人 这一次 多会心软了 他没有离开 而是重新投入秀哲的怀抱 海恩在街道中穿梭 希望在失忆之前 能够留下更多美好 他看见哥哥从身边跑过 还是年幼的模样 哥哥对他挥了挥手 仿佛在说 好久不见 又似乎在说 以后再也不用见了 手术前一晚 海恩让咸语心图对他的不满 反正手术后他也不会记得 那可太多了 比如海恩让咸语准备纪念日惊喜 可如果他真的准备了 海恩会生气 不准备 海恩还是会生气 又比如海恩一听到 对他不满的话就生气 就像现在这样 但不管他有多生气 只要咸语说一句我爱你 他的怒气都会消散 但咸语最想说的 还是希望他能健康 常常就觉得陪在身边 海恩将活过的这段日子 写在了日记本上 交给咸语 但有一个要求 要等他醒来后才能看 离海恩的手术时间 还剩下十分钟 两家人都在焦急地等待 海恩爸带了好消息 他养得破壳温牛活了过来 奇迹发生 还真是个好消息 手术肯定也会顺利 海恩握紧咸语的手 再三驱人一睁眼后 肯定会见到咸语 即使把他当成陌生人 对他很坏 他也会寸步不离地守候 这才放心进了手术室 直到海恩彻底离开视线 贤语才露出紧张的一面 他无力地靠在墙上 害怕到不敢呼吸 而意外 还是发生了 手术刚刚结束 韩国警方带人赶来抓捕 贤语涉嫌杀害中介 要回警局接受审讯 这一切的实作俑者 又是隐身 而贤语 注定无法成为 海恩醒来后的第一眼 他被警方按倒在地 海恩仍在昏迷状态 彼此间最近的距离只有几米 就像银河一样遥远 先与被捕的事情传开 好友们着急奔上警局帮忙 海恩爸给医院拨去电话 听到那头隐身的声音 都明白又被他摆了一道 隐身的手段不止于此 他以集团前高层 毒质和侵占为由 限制洪家所有人出入境 海恩的手术很成功 遗憾的是 他睁开眼看见的第一个人 这件事是隐身 没等海恩开口 隐身率先说出前后的经历 妄图扭曲海恩的记忆 说他最想看到的人 其实是自己 但海恩在手术前突然想起 以前问过咸语为何记忆力超群 他说只要挑出重点部分 喃喃自语 前一时就会记住 就算以后会遗忘 也总有机会再度想起 为了不失去和咸语的记忆 海恩一直念叨着他的名字 直到完全昏睡 醒来后 他虽记得这个名字 却忘了名字的主人到底是谁 隐身告诉他 两人本来在大学时交往 绕了一大圈后 现在仍然相爱 而贤语彻底背叛了海恩 离婚后还不断跟踪 只不过现在成了杀人犯 被警方逮捕 海恩无法去想 他的画师真是假 看着窗外的出血 以及凤仙花染色的小拇指 总觉得心脏传来的痛 压抑到无法呼吸 莫名其妙流下眼泪 却不知道到底是为什么 另一边 贤语也看见了窗外的血 他记得海恩说过 最喜欢出血 那样就能一直记得初恋 现在的海人 是否和他一样 也在看同一片天空 一个月后 海人顺利回国 亲人友好的关系 让他觉得有些窒息 这段时间 隐身一直在霸占海人的记忆 将红家人诋毁成为了遗产 不择手段害死 红会长的罪魁祸首 而隐胜则是为了守护 属于海人的资产 一直在跟红家人对抗 海人被误导 当正以冷冰冰的态度 据真正的亲人鱼千里之外 而当他们提到嫌语 海人更是连一点好脸色都不肯给 说不知 警方正调查中介的死因 有人故意把嫌语的头发扔在中介车上 还在胸膝上沾了他的指纹 而嫌语手上的伤 也被警方误会成 他和中介搏斗时留下的伤 嫌语自身难保 可他却忍不住想起 手术前 海人问他 能不能一睁眼就看见他 海人丧失所有记忆 只觉得自己的家人简直是残老虎豹 反而是分一烂蛮狗谎人的隐胜 甚至同意责任跟他结婚 隐胜回到家后 第一时间质问某女士 海人在德国动手术前的车祸 是不是他的安排 得到确定的答案后 隐胜一字一句地警告他 千空已经拍下某女士对洪会长做的事 如果他再敢对海人不利 就会像对付贤语那样 亲手把他送进监狱 哪怕他是隐胜的生母 一旦海人和隐胜结婚 后果不堪设想 好在海人爸曾派过人手跟踪 一名自称洪吉童弟子的女侦探 还带着两个看似不聪明的助手 三人的破案技巧全都是从漫画里学来的 比如名侦探柯南 但从未亲手侦破过任何一桩案件 在德国时 三位侦探一直在跟踪海人和隐胜 发现两人虽然表面看上去像情侣 可实际上 海人总是有意无意 避免和隐胜接触 即使海人失去记忆 可他的心很清醒 隐胜绝对不是他的菜 但这并不是什么好事 一旦隐胜的阴谋被戳破 可能会恼羞成怒 做出危及他人的选择 洪家里关于夫妻来的回忆 全都被隐胜清除 海人来到贤语的房间 看见放在桌子上的MP3 他已经忘了彼此间的点点滴滴 可不知为何 听着熟悉的旋律 心里还是有种异样的感觉 他控制不住内心的疑惑 独自引人去监狱见了贤语 只有一面 他便彻底愣住了 贤语根本不像隐身说的那样十恶不赦 看上去好温暖 好阳光 尽管海人极力克制 试图说杀人的话刺激贤语 可他一句一句的想念 还是触动了海人的心 也不知为何 面对着贤语 海人见了一句真正的狠话 都说不出口 而贤语 即使在被狱警拖走的前一刻 也在叮嘱海人 一定要照顾好身体 这样的人 真的会为了钱背叛他吗 和贤语见面后 海人的心脏狂跳 头晕到快要流出眼泪 即使后来隐身人不断表示关心 他也不由地生出怀疑 甚至有些抗拒对方的触碰 第二天 在隐身的陪同下 海人回到百货公司 曾经帮着过的小贩 诸和他手术顺利 资助过的员工 也急着赶来见他一面 海人有些奇怪 以前的他原来这么温柔善良吗 当然 蜜水没告诉海人 其实他以前 是所有只看不满的顾客为害虫 对待员工就像仇人 善良不知道 温柔肯定不沾边 检方隐瞒了关键证据 绿色纤维块 推色是想带走对嫌疑 所有有利的证据 说不定还是从真凶衣服上掉下来的 凶器确实是咸宇放在公寓里的 可去德国前几天 那把刀就不见了 一大早 咸宇把特意叮嘱家人 马上就要开庭 所以不能包东西吃 也不能搅拌 更不能让东西掉在地上 可就是这么不巧 绣着刚进来就碰掉了勺子 之后又要用海苔包饭 接着搅拌一番 咸宇把都起得差点包粗口 突然到了开庭时间 好友指出 警方的关键证据 杀人凶器 上面除了被告的指纹 和受害者的血液外 还检查出绿色纤维 但这与案发当天 咸宇的折装不同 而监控显示 有一个穿着绿衣服的神秘人 从公寓里偷走了咸宇的刀 也是在同一天 有人在局现场 两公里的地方焚烧衣物 好友检测了没有烧尽的纤维 和胸肌上的纤维吻合 另外 侦探黑进了真凶的手机 拿到他拍下的罪案现场照片 足以证明咸宇是无辜的 凶手另有其人 释放的那一天 海人躲在一旁的车里偷窥 看见咸宇完好无损地出来 竟有一丝冲动 想上前拥抱他 却找不到任何理由 但海人还是在笔记本上 记下咸宇的特征 家庭和睦 不吃豆腐 嘴上说着要观察下变态前夫 可实际上 海人才更像个变态跟踪狂 为了庆祝咸宇出狱 咸宇把超市的所有东西 全都无偿赠送 村民们聚集在路口 庆祝期盼已久的一天 海人觉得这群人看上去很奇怪 却又非常温馨 偷听了咸宇一家人的对话 海人又在本子上记了一笔 咸宇喜欢红豆粥 秘书疑惑海人 怎么会连真正喜欢的人都忘记 可这些真相关乎他的饭碗 他不敢多说 只透露了一句 心知所向 深知所望 与此同时 德国医院的清洁工 找到那本未烧完的日记 两个国家语言不通 也看不懂里面写的什么 但护士想起 有人曾打电话问起过一本日记 姑姑打扮得很精致 看上去都年轻了十几岁 又一次来到龙头村会情郎 还打着要为咸宇接风为由头 举办一场抽奖活动 二等奖和三等奖 只是一些保健食品 姑姑根本就不在乎 头等奖最新款滚筒洗衣机 她早就内定了人选 抽奖之前还特意看了爱人的号码 可她的情绪没有任何波澜 所以将号码牌送给其他村民 姑姑脸上的笑容瞬间凝固 她绕这么一大圈 又是举办活动又是送礼 其实是因为之前 看见男人家里的洗衣机 旧的不能用了 她又是个非常扭念的人 不好意思直接说出口 我也知道流下眼泪 事到如今 再不表态可能就来不及了 姑姑鼓起勇气对男人表白 然而尴尬的是 姑姑脖子上还挂着无线麦克风 她刚才说的话 村民全都听见了 女生代理理事的位置迎来危机 某女士将投资作假的事 报告给投资者 女生只能动用秘密资金买进股份 她的一举一动 全在闲鱼的掌控之中 另一边 都会为了摆脱丈夫 将手头紧剩的钱全都给了她 唯独那个优盘 夺回给了嫌疑 里面有证明 隐身母子俩欺诈的证据 丈夫接到某女士给的任务 解决掉夺回 关键时刻 秀哲即是赶到 急着自行车在后面穷决不舍 从小交声惯眼的秀哲 竟然也有勇猛的一面 刚脱出大船玻璃 但她在绝对的力量面前 也只是任人拿捏的小白兔 仅仅两个回合 她就被打倒在地 对方的拳脚毫不留情 落在秀哲身上 可她心里想的 却只有和多慧的点点滴滴 这些回忆给了秀哲力量 等对手彻底放松警惕 她握紧拳头 用力还击 一个上钩拳大锅拳胜 却在要奔向多慧的时候 晕倒在地 好在巡逻的险太及时赶到 将剩下的低撇流氓主意解决 看着满脸伤痕的秀哲 多慧终于明白 原来这就是爱情 不管是秀哲对她 还是她对秀哲 都是一片真心 海人一直给自己催眠 说咸语是个坑害她的小人 让咸语赶紧辞职去别的公司 理由是不想再见到她 可说这句话的时候 海人稍稍有些迟疑 转身正准备离开 却感觉被咸语拽住 不满地抱怨 让咸语不要使极其少手段 回头才看见 原来是包带卡在椅子上 还真是尴尬的离场 第二天一大早 海人收到德国医院借来的包裹 格韦斯热情抱住海人 撒谎说是她最信任的姐姐 但海人是失忆 又不是傻了 格韦斯一声算计的味道 下意是让海人觉得 要跟她拉开距离 前往公司途中 海人收到一封 来自自己的水族馆邀请函 她好奇地前往目的地 却在这里见到了咸语 而咸语同样也是因为 收到邀请函 才会来到此地 原来 失忆之前 海人特地订了今天的约会 还要求在大屏上 播放两人结婚时的录像 如果失忆前 咸语只想隐身说的那样 是个不折不扣的混蛋 而她也根本不爱咸语 又怎么会特意准备这场节目 还专程让人预定鲜花 尽管海人再三暗示 一切应该又是咸语的阴谋 可那张卡片上明明写着 她要再为咸语穿一次婚纱 隐身的话 到底是真实讲 偶然的机会 海人调查了隐身的平板 意外看见胡会长晕倒前的画面 她感觉脑海里的很多记忆 要喷涌而出 打开那些记忆的关键钥匙 就是医院借来的邮件 那下海人是以前写的日记 她担心手术失败 嘱咐语一定要记得她 但不用特意为她受伤 只要喝醉后能喊着她的名字 就心满意足 瞬间 海人泪流满面 和咸语的点点滴滴 也像走马灯一般在脑海里回闪 两人从相识 相知 逐渐走向相爱 结婚 每一张回忆都在告诉海人 他们在一起的时候很幸福 海人开车去了咸语的公寓 再一次看到她 终于认真地喊出了她的名字 一辆公交驶过 海人不见踪影 仙语正要穿过马路 一辆急迟而来的车却将她撞倒 晕过去的最后一刻 她不甘地闭上了眼 父母急着赶来医院探望 可掀开帘子 病床上竟空无一人 她吊着一口气搭上计程车 见到好友就质问 有没有找到海人的下落 另一边 海人在陌生的房间醒来 她依稀记得 刚才有人从身后将她迷倒 门外传来嘻嘻嘻嘻的动静 海人趁来人不备 扎起她的猛烈一击 刚跑出去 又被房间外的隐胜拦截 她解释出对海人做的一切 只是出于保护 避免她又被咸语欺骗 隐胜的眼神让海人心底发寒 为了不引起怀疑 海人撒谎说她愿意完全听隐胜的话 并保证以后不会再擅自跑出家门 隐胜察觉到海人的排斥 看她的眼神不再如何 而是充满失踪的侵略性 咸语交代格瑞斯 将海人失踪的是报告给某女士 由她来找海人应该会迅速很多 只子莫若母 某女士第一个怀疑的就是隐胜 她从银行行长那里得知 隐胜已经将秘密资金 兑换成美金全都取走 格瑞斯给咸语通风报信 怀友陪通咸语跟上某女士的车 说起杀害中介的真凶已经松口 承认有共犯 却没有供出隐胜是幕后主使 好半天过去 咸语闭着也没有动静 怀友急得喊她的名字 声音都带了哭腔 咸语才疲惫地睁开眼 还好只是虚惊一场 某女士见到隐胜第一句话 就是让她交出秘密资金 和杀害红会长的证据 但隐胜却反问某女士 为什么会担心 明明她最会保守秘密 隐胜小时候 某女士潜伏在红会长身边 她只能远远看母亲一眼 却无法开口和她说一句话 隐胜知道某女士弄坏了船 害得秀婉和海人最害 但她没有告诉任何人 因为她明白 几乎等红家人全都消失 母子俩才有机会重新团聚 她保守秘密十几年 怎么某女士 现在开始担心她会泄密呢 谈话间 某女士发现拐角处有人偷听 正准备上前查看 瞬间 有人拉下电闸 四周一片漆黑 银上拿上备用手电 在豪宅里四处查看 幸好贤语继续赶到 牵袭喊人的手 一起逃到家族附近的猎场 贤语顾不上身体传来的痛楚 让喊人赶紧从正门离开 但她无论如何 都不愿意扔下贤语一个人 两人互相搀扶 一步步艰难往前走 此时警方接到报案 正在赶往猎场的路上 而贤语两人被隐胜拦截 海人说出真心话 即使她什么都不记得 可隐胜还是让她觉得很不舒服 所以她绝对不会跟隐胜离开 这番话击溃隐胜心里的防线 看见面前如此般配的两人 隐胜彻底癫狂 即使警方已经赶到 她仍倔强地举起手中的枪 缓缓对着海人 而隐胜也倒在警方的枪林淡雨之下 海人不断呼喊着贤语的名字 其休是能赶紧救救她 虽然没了记忆 但贤语仍在不间断提醒海人 贤语才是她一生中最重要的人 直到这时 贤语还挣扎地醒来 向海人伸出手 一遍又一遍安慰她 不要哭 在贤语进手术室前 海人承诺 一定会在这里等她 死去的记忆突然浮现在脑海里 海人想起 贤语好像也跟她说过同样的话 某女士在豪宅里找到 被藏起来的秘密资金 正在转移时 就接到隐身离世的噩耗 她出现幻觉 看见一个幼小的身影 那个孩子 曾苦苦地在身后追随 可她却狠心不肯看一眼 而现在 那个孩子明明就站在眼前 却又像隔着银河般遥远 海人妈翻出老相册 找到绣碗落水时的那片海滩 想起贤语妈曾说过 贤语二是参加过海军陆战队营 还救过溺水的小女孩 猛然间想起了什么 等他们赶到医院 海人就抱着贤语妈气不成声 海人妈给贤语妈说起休暗的死因 提起海人在同一天也坠海 但被一个男孩救上了岸 他们这才明白 那个男孩就是贤语 原来两家的缘分 从那时期就已经定下了 这些年来 海人妈一直欺负打压贤语 直到现在 她终于开始悔过 而贤语妈也接触她的歉意 两家人冰释前嫌 重归于好 隐生死后 某女士吞并了她名下的15.9%的股份 并就换用余下的秘密资金 各入7%的股份 用最短的时间接手红氏集团 而保留某女士谋杀证据的平板 也被她扔进了海里 贤语刚遭遇车祸又被枪伤 出血量太大 也是无法清醒 海人坐在她的身边 虽然仍想不起关于她的记忆 但只要一看见她 心还是会不由自主地刺痛 海人只盼着贤语能快点醒来 担心得快要疯掉 一连几天下来 她都只是靠喝水虚命 贤语一天不醒来 她就一天不肯进食 海人想到一个办法 扶着脑袋假装要晕倒 贤语似乎心有所感 紧闭的双眼缓缓睁开 拉住海人的手问她 还好吗 直到这时 她还在担心海人的安危 这样的人 换谁能不心动 海人向贤语道歉 不肯在手术后忘了她 而贤语也说 有那么一段时间 她也忘了曾经有多爱海人 忘了自己承诺过多少次 不管发生过什么 都要一直跟海人在一起 贤语抬手擦去海人脸上的泪 即使不记得也没关系 只要有爱 就能重新开始 海人翻到那本日记 最后一页写着 不管怎样 一定要抓住贤语 字写得十分用力 看上去又够心急 不过想想也是 不管正脸侧脸 都这么完美的男人 不抓住怎么行 海人刚离开病房几分钟 回来重新翻看日记本 竟发现上面多了一行小字 其实你什么都不用做 我也会被你抓住 海人赶紧解释 那个红字是前世的她写的 跟现在的她没关系 贤语看着她俏皮的模样 脸部就笑出了声 家人在外面目睹 两人的亲尼 都感觉病房里充满粉色泡泡 心中的男人也放下不少 但现在的问题是 对海人来说 贤语只是个 刚认识不久的男人 村民们反而更羡慕了 要知道 一对亲女最幸福的时候 就是暧昧期 现在不正是他们 享受暧昧的绝佳时间吗 虽然完全不记得贤语 但在听完她的经历后 海人还是觉得 她长得好看 身材不错 声音也好听 还是海军陆战队 特别警卫队出身 从头到脚都这么完美 每一项都正宗海人喜欢的点 简直就像是 量身定做的模型一样 总该有一点是假的吧 大哥重回韩国 兄妹三人再度相聚 竟然是在父亲的墓碑前 某女士现在总持有股份 占45.1% 而洪家人被冻结的股份 只有39.3% 悬殊实在太大 都会想让格瑞斯 和她一起去自首 但这些日子以来 格瑞斯听从心 与好友的吩咐 给海人送去MP3 还偷偷带去 德国医院借来的日记 她可不想再做爱的使者 为了拉母女士下台 还去自首 可多会的一句 她不想变成 隐身那样的人 还是让格瑞斯 刷水游的触动 但两人的对话 还是被修哲听见了 多会带修哲 去了彼此初次见面的福利院 那个时候 所有孩子都在期盼 父母会接他们回家 可多会却没有要等的人 后来 修哲出现了 多会就开始期盼 至少每个几个月 能够见她一面 哪怕是为了每次她来时 院长都会给小孩们 发草莓蛋糕 而修哲送多会的兔子玩偶 也被她保存至今 算是两人的定情信物吧 再后来 修哲就没来过福利院 草莓蛋糕也变得不那么美味 多会等了她好久 现在 她要去自首 就换做修哲等她 也算公平了 嫌于起诉 某女士联合隐胜 转于洪会长的秘密资金 已知洪会长在世时 某女士曾犯下 高达两兆元的诈欺 还诱骗洪家二年 制定了双重合约 嫌于要求法院冻结某女士 非法所得的13.3%股份 某女士在被告席上演戏 将一切的罪过 都推到死去的隐身身上 而她则成了一个 替孩子背锅的可怜母亲 多会做上证人席 证明某女士曾用金钱诱惑 她隐瞒身份 嫁进洪家做演戏 可因为没有直接证据 律师一再坚持 都会是在做伪证 接着 海恩指出亲耳听见某女士 承认是这样哥哥嗅碗罪汉 甚至还谋害红会长篡位 某女士嚎啕大哭 只喊冤枉 但她怎么都没料到 嫌于已经给法庭上交 她策划谋害红会长的证据 原来 格瑞斯早在嫌于的吩咐下 派人调包了平板 她愁露的嘴脸 终于昭告天下 加上某女士本名无顺容 她伪造身份 分可能有逃亡的嫌疑 警方立刻赶来将她逮捕 不管如何狡辩 这场审判已成定局 在大庭广众下 她被拖显着出了法庭 本该属于洪家的股份 又回到他们的手中 所有事实人员全都被逮捕 某女士在监狱里大喊大叫 原来欲有不满 狠狠杀了她一巴掌 某女士癫狂般对欲有反击 可力量太过弱小 还是被安在地上狠狠揍了一顿 藏有监视器的话被拆除 换上红白两家的全家服 事情过去好些日子 生活逐渐回归平静 姑姑特意打扮一番 服役中人的约会 她心中有一肚子话要说 其实两人的差距她都明白 一个富家女 一个穷小子 虽然她的心里经常期盼 姑姑会来 每每看见附近经过的人 下意识都会觉得是姑姑 但她是第一次谈恋爱 从来都不知道怎么爱一个人 只能承诺 在姑姑累的时候 她会烤肉 在姑姑无聊的时候 她会烤水果 反正不管累和无聊 她都会一直陪在姑姑身边 寒人无意间闯入闲雨的房间 看见天花板上的星星贴纸 相信两人之间有过一个孩子 可孩子离开后 房间里的东西全都被清理 那次也是闲雨 第一次和她爆发大争吵 秘书告诉寒人 最近闲雨一直神神秘秘 可能是要准备第三次向她求婚 寒人本来还没做好准备 别时间的关系现在就很合适 如果结婚 她担心会搞砸 但昨晚的星星贴纸 让寒人想起一些悲伤的回忆 她因此想通 两人的争吵很可能不会是什么大事 而是说了些言不由衷的话 所以才会造成误会 不过她不会再这样了 所以她愿意和闲雨 适时重新结婚的感觉 即使面对繁琐的日常 会争吵 会厌倦 意见会有分歧 但至少有一点她们可以确定 那就是 不管面临什么决定 她们都会陪在彼此身边 都会心满释放 熬了这么久 一家三口注意重逢 她们没有记恨格瑞斯 同样让她继续留在红家 姑姑和爱人的恋情 一直没有进展 再这样下去 她就算老得戴上假牙 都拿不到爱人的初吻 谁知 男一把抓住了她 在脸上深深烙印了一个吻 姑姑这才心满意足 海人爸妈偶尔会去龙头村旅游 和闲雨家的关系越来越近 海人跟闲雨过上没羞没丧的生活 也带下一个可爱的孩子 2074年 海人离世 满头花白的闲雨 仍不忘来祭拜 她轻轻擦拭着海人的墓碑 彼此间最美好的记忆 已经被她封存在脑海里 或许有一天 她还会见到海人 就在这片薰衣草花田 海人会一直等着她 这样的结局 你喜欢吗 有人说 从头到尾简直是高开低走 明明来人从小到大的宿命感 婚姻之间的纠缠和折磨 还有重燃爱情的每个瞬间 都能成为扣人心弦的话题 可为何偏偏要写闲雨中淡 好不容易在一起 让海人离世 硬是要憋成个苦情剧 苦苦熬了两个月等待的大结局 你觉得值不值呢 怀疑